下班之后就直奔复健科诊所去做热夫、电疗 这是不少劳工朋友的日常 而劳保局统计去年的上半年申请职业病给付 最多的疾病是手臂肩颈 而且这当中有七成二的劳工都是在55岁以下 下午时段躺在诊所拉腰复健 退休国中老师过去教书长期站立 举手写黑板 同样姿势累积久了 在四十几岁就陆续出现追尖盘突出的毛病 一改作业的时候因为比较常要坐着 然后坐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上课的时候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站着 昨天晚上我大概就蹲着刷一下浴室 结果整个大腿整个好痛 还没迈入真正的高龄就得勤跑附件 劳保局统计去年上半年申请职业病给付的劳工 383人 其中在50到54岁的人次最多有93人 而占最大宗的疾病类型是手臂肩颈 里头有七成二劳工都在55岁以下 职业病是否有年轻化趋势 劳保局回应这并非普查所以不能直接推判 但医师观察到因职业伤害求诊民众的确有年轻化的状况 职业病的部分目前的确是有数量有变多 年轻化也是一个趋势 比较大众都是一些慢性的鸡筋磨眼为主 鸡筋磨眼它是一个初期 它很常会导致后续的一个颈椎的一个变形 医师指出职业病年轻化四个警训 劳力密集状况不改善 除了影响劳工职业上的表现 疾病也容易复发 变成恶性循环 衍生成慢性疾病 记者黄英金 郭俊玲 台北报导